保罗作为一个家庭富裕的美国人,没有继承家业,反而跑去给别人打工卖床垫,更不可思议的是,他从八岁起就梦想着收养一个中国小孩。 这天,一个叫海贝的白富美走进了保罗的店铺,他用十万买下了店里最贵的床垫,结果海贝在试床的时候睡着了。 保罗小心翼翼地给海贝盖上了毯子,随后保罗又照常打电话过去询问收养机构,他收养中国孩子的申请还是没有通过。 海贝这一觉直接睡到了晚上,醒来后两人聊了起来,一听到保罗想收养中国小孩,海贝顿时来了兴趣,保罗告诉海贝收养中国小孩很难,必须经过很多面试和测试。 保罗显然不是适合的候选人,因为他没有伴侣而且太年轻,但他坚持不懈,执着追求的精神让海贝很是佩服。 两人聊得十分愉快,半夜才依依不舍地告别。 第二天,保罗去送货,海贝的父亲突然生病,于是保罗义不容辞地送他去医院了。 随后,两人第二次促习长谈,海贝突然说, 这么快的发展,让保罗有些惊讶和举措不安,但是他还是没有经受住诱惑与海贝做了不可描述的事情。 两人分开后,保罗去问朋友,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办? 朋友告诉他,海贝这么快就和他一起有两种可能,要么是一见钟情,要么就是玩玩而已。 第二天,哥们告诉保罗,他认识个石油大佬,能在黑市上给保罗搞个中国小孩。 保罗觉得听上去就不太靠谱,于是委婉地拒绝了朋友的好意。 保罗确实很想要个中国小孩,但是他想通过正规途径领养,这样对孩子也好。 随后,保罗见海贝迟迟没有联系他,他实在是等不下去了,于是决定主动去找海贝。 海贝见到保罗很吃惊,毕竟他说的下次一起吃饭只是个客套话而已。 这年头谁会把这种话当真呢? 保罗的傻里傻气让海贝有些感动,于是他带着保罗参观姐姐的工作室。 一个同事似乎很喜欢海贝,他不仅故意说保罗长得像海贝前男友,还嘲讽保罗是个卖床垫的。 这让保罗心里有些不适滋味,不过临走之前,海贝约保罗共计晚餐,保罗还是很高兴地答应了。 晚餐时,海贝的父亲和他的新女友也在,两人对保罗收养中国小孩的计划充满了兴趣。 几个人围绕着收养中国孩子的问题展开了长篇大论,父亲很佩服保罗,不到三十没有妻子一无所有,还敢收养孩子。 在分开前,父亲单独询问了保罗很多问题,比如父母是否健在,税后工资多少,是不是真的喜欢海贝。 面对着海贝父亲查户口一般的盘问,保罗没有丝毫不耐烦,而是认真地回答。 父亲这才放下心来,让两人一起去散步了。 两人来到游泳馆,开始了赤果果的游泳,随后发生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。 随后,两人开始了真正的谈恋爱,保罗似乎认定了海贝。 但海贝却一直有所保留,甚至在一次约会中吐了出来。 因为海贝的母亲和父亲结婚后,母亲背叛了父亲,还做了很多不好的事。 海贝从小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下,从没认真谈过恋爱,对结婚更是说不出的恐惧。 这天,保罗收养中国小孩的申请终于通过了,朋友和父亲都为他感到高兴。 父亲告诉大家,他在保罗八岁生日的时候送了一辆单车, 保罗却哭着说想要的礼物是一个中国小孩,这一执着就是二十年,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 与此同时,海贝已经决定离开保罗,去法国厨艺学校学习了。 因为母亲的阴影,海贝只想逃避这一切,他不相信任何亲密关系,更不相信婚姻。 父亲劝海贝考虑清楚,因为他看得出来保罗是真的喜欢海贝,海贝却说正是因为这样,他才不想越陷越深,免得以后离开,保罗会更伤心。 这天,本来是保罗和海贝约好的聚餐时间,保罗全家人都等着海贝的到来,但海贝却迟迟迟没有出现。 哥哥似乎看出了什么,他说,保罗与海贝不会有好结果,还说女人都是骗子,因为海贝的爽约,一家人不愉快地散场了。 保罗很伤心,跑到海贝家楼下,质问海贝为什么放他鸽子,海贝却只说是工作太忙,没看手机,错过了聚会他很抱歉,保罗哪能不明白,这只是海贝逃避的借口而已。 两人上楼后,保罗喝起了闷酒,海贝似乎也很不高兴,一直向保罗道歉。 不得不承认,海贝确实喜欢保罗,但他始终迈不过心理的那道坎,无法真正地接受保罗。 海贝气不成声地告诉保罗,他决定独自去法国了,两人之间的气氛很冷,最后不欢而散。 行随地保罗去大街上游荡,却被流浪汉袭击。 这流浪汉与保罗无怨无仇,也不知是报复社会还是咋地,猛地冲出来,对着保罗就是一顿打,而且还是往死里打。 两人扭打起来,保罗站在下风,在这生死关头,保罗想起了随身携带的小刀,保罗一刀子扎下去,流浪汉终于倒下了。 还好保罗受得只是皮外伤,第二天,他按时去把中国小孩接回家了。 海贝原来打算今天就走,但听说保罗受伤后,他有些放心不下,于是打算看看保罗再走。 结果海贝一看到保罗领养的中国小孩,瞬间就被萌化了,没想到保罗搞定不了的妹子,就这么被一个小孩搞定了。 海贝看到如此可爱的孩子,顿时母爱泛滥不想走了,他觉得成家立业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海贝正准备向保罗道歉的时候,保罗家人回来了。 家里人也很喜欢这个孩子,可以说是爱不释手,还给他取了个小名,小熊猫。 故事的最后,海贝留了下来,决定在本地学习厨艺,家人都很开心,庆祝着海贝和小熊猫的到来。 保罗这下,孩子老婆都有了,瞬间走上人生巅峰。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,不得不说,导演肯定很喜欢中国小孩。 看完的朋友,记得点赞关注哦。